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遇到這個問題 和男生相識了一段日子 其實都喜歡我男生 但硬是不知道怎樣令到男方主動再進一步 其實不關乎你樣貌身材問題 而是你的手段和方法問題 在這條短片我會教大家五個方法 在曖昧期間怎樣令到男生愛上自己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龍振天 歡迎收看龍振天頻道 這條短片我覺得非常有用 因為我有很多客人或網友 都問我怎樣令到對方愛上自己 自己都喜歡對方 相識了一段時間 但對方遲遲未肯再進一步 這條短片很適合兩類人去看 第一 沒有這個人早就認識 例如同事朋友認識了 好了 好像有些意思 自己突然間愛情萊蒙出現 喜歡對方 但對方沒有反應 但對方不是零反應 對方有些反應 但不再進一步 例如沒有表白 沒有拖手 總之又沒有再進一步 第二類 網上交友 一個陌生的人 適落了 出來可能都幾次了 但幾次之後又好像停滯不前 如果你有這個問題 你不要走開了 因為這個技巧對你一生都有用 在開始這個短片之前 Cross Share一次 有沒有Subscribe我這個頻道 因為我這個頻道這麼有用 你都想定期收到短片 就Subscribe它 記得旁邊的鐘仔 按下這個鐘仔 每星期後新片 第一時間會通知你 就學到有用的感情技巧 第二樣 我這條短片這麼有用 免費提供給你 實用強大的技巧 給我一點鼓勵 就可以Like我這個頻道 在看之前 分享給你的朋友 因為有很多時候 你朋友可能經歷這些問題 不知道怎麼辦 你又Forward 這條短片給你朋友看 幫助他 第三樣 你有沒有遇到感情的問題 我現在這樣 不知道怎麼辦 歡迎留言給我 有些什麼的想法 我看到 我會解答你的問題 好了 正式開始了 我日常見客感情諮詢 很大部份 有些客人會跟我說 相識了一段時間 那個男生自己有些意思 但那個男生硬是不再上一步 或者是很忍悔 還是怎樣 自己不知道怎樣應對 其實主要不是外表身材問題 你想想到 如果你外表身材有問題 那男生又怎會認識你 又好似想追求你 但又不追求你 他必然對你有些興趣 裡面好像有些原因令他卻步 等於怎樣 等於去玩那些什麼 奔枝針 怎樣 站在那邊 硬是想不到勇氣跳下去 還是怎樣 這個時候怎樣 這個時候你就是工作人員 你就在後面推他一把 他整個人就跳下去 其實很簡單 但是因為你沒有方法 可能你沒有參加我的任何一個感情的課程 我龍鎮天課程很強大的系列 很多感情技巧讓你參考 不知又不知有什麼方法 所以怎樣 變了被動 呆藥木雞 等運動 看看他什麼時候 他什麼喜歡 不是這樣的 有很多女生誤會了 為什麼感情不順呢 不是他不順 他不知道怎樣轉動 其實那個男生想轉動 又或者那個男生可能欠門 你很簡單開到門 他跑出來 跑得很快 你就是不懂得開這個門 在這條影片 我就教你這個方法 這個門是什麼呢 開門的動作 就是曖昧了 曖昧是很重要的 有很多人曖昧得不好 變了那個感情 拖廁了時間 停滯不前 我經常都這樣說 那個男生 喜不喜歡自己也好 你不要浪費時間 當然 可能拉美尼球我明白之後 那個男生其實對自己沒有意思 也有的 你快點知道 我真是最差的 他真的等我五年 在暗戀對方五年 五年後 才無緣無故 鼓起勇氣表白 我也不知道表白什麼 我男生沒有喜歡 他自己經常對號入座了 五年後表白 然後那個男生就說 我讀你同事 你怎麼會這樣 傷心欲絕 然後一年情相療傷 你療什麼 你都沒有拍過拖 前後三十六年時間 你想想一個女生 六年青春 你哪裡浪費得起 不過感性人是這樣 感性人很不介意 很不介意浪費自己青春 經常覺得自己的戶口有很多錢 很不介意消錢 丟錢落海 不是的 我們不是這樣 逃犯萬為分秒必爭 每一步都經過博弈的精密計算 得不得不知道 好像投資一樣 得不得不知道 沒得猜的 但是這個機會好 市場應該這樣看 那就落著 投資 拿個高機率 然後令到自己得到最多東西 在市場上 愛情一樣 你一定要找對方 做對方 做對方 結果怎樣 大家都不知道 可能兩個人很好 十年後分開 都不知道 不用想太遠 起碼眼前這一刻 你要做對方 所以走來找我做諮詢 我都會很專注 你現在做的事 到底對不對 這個就是去到個別情況 好了 今天講五個方法 令到它是不知不覺奸的 我經常都說 你懂得控心術 你會令它不知不覺奸 它就會對你有好感 一陣一陣 就會鼓勵它會再進一步 第一樣 永遠都要記住 做比講更加有效 感性人的共通點就是怎樣 想了當講了 講了當做了 他們很享受過程 因為他們老海的情感豐富 幻想很多事情 舉例 例如最近旅行 疫情緩和了 我身邊有很多人說 去旅行怎樣 我都會講 但我沒有講很多 我的朋友就是這樣 不停很享受過程 如果去旅行 我要去哪 很久沒有去過 我要想著什麼 我們可以去哪 你說什麼鬼話 你是不是去呀 你去哪 你去Bangkog 你去幾天 想著去六天 你什麼時候去呀 定了日期 大家就拿假 一天去 一天不去 很簡單 其實這些事情 不要三分鐘 兩天內點都決定到 訂了機票 我們計劃行程 沒問題的 我們之後才慢慢講 因為這些事情實在 感性人不是的 那我又怎樣 我都沒有怎麼說 但我就 訂機票 我就用行動 應該要去 怎樣怎樣 訂了三個旅行 我現在 接下來第四、第五個 第六個 我都計劃的 我不用跟別人說 我去做就可以了 感性人又不是 那這些朋友 到來後 師傅去不去旅行 我訂了 我訂了三個旅行 我當然跟你去 我說你講日期 給我聽 時間對 那我幾個朋友在一個群組 對就去 那他消失了 他為什麼呢 他感性思維 他只是享受講的過程 我們不要這樣 感情也是一樣 我們不要享受講的過程 或者腦海想 永遠在那個感情 因為在講男女感情 男女關係 為什麼要講男女關係 男女關係 最重要的是什麼 一定是一些行動 所以你一定要做一些事情 我們的身體原子 百分之五十五 講都可以的 百分之三十八 你一定要有很多事情 你要做出來 你才會令到對方再進一步 男生都是這樣的 你不能夠透過一個文字 還是怎樣 而可以很吸引男生 不會的 間中可能會 曖昧期間有些訊息 你看見面 你也會有些曖昧的東西 這些曖昧的東西 我桃花曼日迷大量 你如果沒有參加過我的免費課程 十七個重點 讓你成為桃花曼日迷 你真的一定要參加 連結就在Description下面 一定要參加 例如什麼 刻意打扮 一些小動作 一些身體語言 上次我講過小動作 不是一些不好的東西 一些小動作 你才叫曖昧 而不是腦海 講都不講 腦海自己想了 當作曖昧了 我這樣想 他應該都感覺到 他感覺到什麼 你想不想不緊 最重要是 你做過什麼 你什麼都沒有做過 我的客人這樣 他是很喜歡的男生 半夜又要睡不著 那些 應該看到面 應該很主動 不是 看到面 你儘量隱藏自己 不要看對方 打扮 說不要噴香水 這樣吸引到他 他知道我喜歡他 動作都不要那麼多 不出聲 問我話 不要說 我說得多 露口風 我簡單答得 是啊 不是啊 是啊 你這樣期望 那個男生 嘩他很喜歡我 嘩他主動慢分 嘩他很吸引 不要這樣 這些只不過是感性思維的想法 逃返迷 反轉 他都不是喜歡那個人 他已經有強大身體語言 暗示力 說話 輕度的身體接觸 而令身邊 每個人都喜歡他 他自己選 他反轉 他反轉 嘩 John喜歡我 不是啊 他說 我那天對著他笑 我對個個都是笑 你應該要有這些對話 你自己 cross track 你有沒有這些對話 千萬不要想的事 和做的事都反轉了 有很多人都是這樣 顯意識、潛意識 相反 結果怎樣 即是我心呢 我就想著 就行動 但是呢 我行動呢 我一路就向西面走 結果就不斷走 走 走到目標 就越來越遠 然後又扮奇怪 你為什麼我不是向動 我不要這樣忍 我們要表裡一致 這個很重要 第二 你一定不要引起矛盾 成為同一陣線 意思是什麼呢 你認識那個人 你見面 互動的時候 你很快要識別到對方有什麼立場 對方有什麼想法 你要盡快成為對方的人 當然了 你同不同意不重要 我經常都說 這些不是重點來的 有很多人搞錯了重點 你不同意也沒有問題的 你講出來是同意便可以 你講一些同意的說話便可以 這個就是我溝通技巧 我溝通人言致呼術 大量這些溝通技巧 你一定要對著做 就是怎樣呢 譬如對方舉例 最不喜歡懸學的事情 我從事完學工作 我當然是不同意 但是你不用說 馬上很矛盾 還是怎樣 不用的 其實你都可以說 簡單客氣幾句 但是太迷信也不好 都可以 沒有所謂的 這些打完場的 很簡單 又或者 每公司的同事 他很討厭老闆 Patrick 其實Patrick對你很好 都不要緊的 你不用跟他說 你這樣就不對了 你說Patrick 他都不知道多好人 你是不是腦子有問題 你自己 你是不是應該檢託你人 你這樣叫曖昧 你這樣期望那個男生喜歡你 Patrick對你好好 你對Patrick不反感 都沒有所謂的 對了 這樣他好像嚴厲些 對你 你可以說這些 對方怎樣 你沒有在顯意識 放心 我和你同一陣線 不用的 這些顯意識的事不用做 顯意識百分之五很少 你要在潛意識那裡做 令他潛意識覺得 他都是和我同一陣線說話 沒有矛盾 很舒服 他慢慢和你距離越來越近 因為你沒有要脅性 你沒有要脅性 你可以越來越近 所以這件事要記住 第三 越多的生活的交集 或者是越多話題越好 有過很多客人 不懂溝通技巧 他就遇到這些問題 就是怎樣 哎呀 那個男生說些東西很複雜 哎呀 我都 我都答不到嘴 不會的 你不會答不到嘴的 如果你有溝通技巧 你只要有邏輯常識 九成的東西 你都可以回答到嘴 加上少少包裝 加上少少溝通技巧 舉例 例如那個男生說一些歷史 你真的覺得沉悶無比 那你就回答不到嘴 不要緊要 回答不到嘴 我們就聽 我們用心去聽 然後我們用回控心術技巧 溝通技巧 我們將整件事 summarize summarize幾句 回饋回對方 第二樣 會不會知道對方對這件事有興趣 自己下些功夫去看 第三樣 控心術 你可以用你的說話文字 你去帶風向 他講歷史你不懂 你可以一兩句 哇 你對歷史都很熟 其實我覺得歷史有時都挺有趣 真的很值得我去學 最近有一套戲 就講歷史 你有沒有看過那套戲 三句說話 四兩撥千斤 你整個話題 將一些沉悶無比 你不懂的歷史 帶到最近的一套 可能你也看過的戲 就等對方猶豫 你又看過那套戲 我剛剛好 大家就談 你便談到 你看過那套戲 這些就帶風向 但很多人不懂 很多人在牛角尖裏面 我不會 哎呀 就低頭 那男生當然覺得你悶 說什麼你都沒有回饋 你說什麼你都不懂 這樣叫曖昧 又不是曖昧 這些呢 自己便要去留意 第四樣 男生有時主動去幫忙自己 其實那些是你表現的機會 但有很多人不懂 他們感性思維 不以為 這個就是給男生表現的機會 他表現了 嗯 好啦 見你都這麼好 你再約我 我就看看會不會答應你 再感性些 嗯 你再約多我十次 我也考慮一下 自己在那裡笑 笑什麼鬼 你全被動 你輸了 你的人生 我感情不是這樣的 所以你都聽到我 不停很強調 我們人生一定要主動 我們一定要是主動爭取一些東西 成功的機率和被動是相差一百倍的 你一生都要記住這一句說話 有很多人呢 不是自己能力問題 而是那個mindset問題 他很多東西呢 很被動 哎不要那麼刻意 不要那麼刻意 不是這樣啊 很不可思議的 在我聽你上來 因為我見過很多失敗的人呢 他們一生被動 感情 除了 如果有男生出現 我就考慮一下 你永遠不可以了 我已經寫定包單 百分之九十九 這個男生不會出現 成功的《桃花漫迷》 清一色 是一百百分之一 我見過 全部都是主動去找男生 哎呀師傅你不要這樣啦 你這樣 叫我發孝 我不是叫你發孝 我叫你認識別人 那就是我每天 我社交圈那麼多 我朋友那麼多 哎呀師傅你發孝 男人來的那些 你不要把重點搞錯了 感性思維呢 沒有邏輯呢 經常都把重點搞錯了 然後沿著那個錯的重點想下去 往後的事 全部都是錯 所以要怎樣 那男生一幫自己的時候 你的機會來了 什麼機會呢 你就讚美他 你就對他加以肯定 你有沒有就著他主動對你做的事 再繼續延續下去 都可以的嘛 例如這樣 那個男生 哇好好了 入氣三袖幫你搬屋 還是怎樣 或者你找他幫忙砌機 最常見的 女生通常電腦不太懂 叫那個男生幫他砌機 那個男生可能幫自己砌機 那又怎樣 我多謝他 你算吧 你這真是低級組 這叫禮貌 所有人都會說多謝 你不要把自己和幼稚園的小明去比 好嗎 即是有個大人給小明說多謝 這樣 那就是幼稚園的行為 不要這樣 你要怎樣 這些幼稚園的人做不到 好啦 哎呀你真是好啦 你幫我砌一部機 說你這個人 我覺得你的心思都很審密 如果不是這樣 那個Display卡 我都不懂得這樣換 我一定要多謝你 下次我一定要請你吃頓飯 看了什麼時候 你有空 我一定要請你吃頓飯 就是這樣 反客為主 你就有一個約會的機會 又不得額 你又可以說你的善思人 就算你沒有男女拍拖 就算你普通朋友幫了你請他吃飯 都很應該 但是我的客人就是這樣 很喜歡那個人 哎呀不可以請他吃飯 我喜歡他 哎呀一定要男生追女生 一定要男生請自己吃飯 不要這樣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而壞了大事 所以你要反客為主 還有留意身邊的人 有什麼人對自己好 身邊的人對自己好 全部都是機會來的 你可以請他吃飯 你可以為他做一些事情 還是怎樣 增加見面機會約會 這些都是一些曖昧 有很多時候誤會了曖昧 我說什麼情慾話題 那些是曖昧 不是的 曖昧是很多元化的 只要你讓男生對你再進一步 那些就是曖昧 所以今天一定要搞清楚 好了 第五樣東西 若跡若離 這個技巧很重要 我在桃花萬人迷控心術 我講得很清楚 桃花萬人迷清一息 若跡若離 這些技巧玩得很厲害 但很多人不懂得玩 尤其我的客人不懂得玩 他不懂得玩 怎樣呢 很極端 要不然 100%黏著 突然來表白 突然來表白 突然不穩 又避開了 不用的 中間要拿一個平衡點 意思是 搞慶他 烈火紅紅 突然又走了 又去燒 又不會淋去冷水 又去燒 燒到那麼久 冷卻了 突然又去 又加一兩顆碳蒸 又等他燒一下 你搞到那個人又很煎熬 到底他是怎樣 你說他好 又不是 你說他不好 又不是 唯有怎樣 唯有自己再做多些 看看他會不會對自己再好些 他主動會對你再做多些 再更進一步 再表白 還是怎樣 有很多女生都不懂 所以你一定要有一個 弱跡若離的技巧 而這個技巧要怎樣 要欺負到好處 剛剛好的 不會過火位 又不會太過冷卻 維持著定期關係 例如怎樣 例如那個男生每天找自己 自己就不用經常找他 可能開頭說得多 最後回覆他一兩句 到那個男生開始又少了 找自己 突然之間自己都下樓 又主動帶起 話題又一句 到那個男生再踩自己 又不找的 你應該要是這樣 而令那個男生 很憤怨 不行 結實地約他出來吃飯 結實地我要跟他表白 結實地我要拖他的手 你要去搞這些事情 而令到他對你再進一步 這個就是終極的目的 結果為先 最重要是甚麼呢 一定要有控心術 要有手段 你沒有方法 你的腦海都沒有這方面知識 你怎會做到這些事情呢 所以 最新課程 男女溝通 控心術 我不知道你參加了沒有 如果沒有參加 一定要把握機會參加 利用你的說話文字 帶風向 去幫助自己 達到自己的目的 愛情心理學 控心術 這個控心術 都是的 利用一個強大暗示力 去影響對方 這些曖昧的手段 方法都很值得你去參考 好了 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最後呢 cross check 提一提大家 記得讚好我 這麼用心錄好這個短片 值得你去給我一個讚好 給我一個手指公 我給你一個手指公 你也給我一個手指公 有來有往 上等人 朋友需要的 就把這個短片給你的朋友 然後呢 留言 有甚麼想法 告訴我 在感情路上 有甚麼曖昧的經歷 歡迎你也告訴我 來信又可以 留言又可以 我見到我會回覆你 記得記得訂閱我這個頻道 不然短片走了 下次看不回 訂閱我這個頻道 旁邊有個小鈴鐺 按一下小鈴鐺 那下次有短片 就會第一時間通知你 你又可以學習到強大的感情技巧 好 我們下條短片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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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條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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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在不管